各位觀眾朋友 想像自己我一樣 在海上有一個非常好的海景別墅嗎? 讓我來幫你們介紹一下 我現在在越南下龍灣那邊自產的房子吧 好舒服喔 根本不想起來 這裡真的很舒服耶 因為沒有那個城市的那種 車聲那種喧嚷的聲音 好啦 先來介紹 這個房子呢 一廚兩廳 三房一位 在這裡 好不好 這就是我的存房 等一下 下龍灣在2010年 入選為世界新七大自然奇景 電影007的明日帝國 也是在這裡拍攝的喔 女主角是楊子瓊 不是楊子儀喔 總是在影片看到下龍灣 第一次生力奇蹟 真的發現這個地方超美的 在這邊啊 有一個傳說啊 因為越南是塊寶地 所有歷史的獵牆啊 全部都會來侵略這邊 這個時候天上就派來一條神龍 用來守護這個地方 這個時候神龍一下凡 它嘴巴吐出一堆的翡翠 就這樣翡翠落到海面 就形成這樣一個一個一個的小陶雨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克斯特地形 也就是下龍灣為什麼會有 海上桂林之車的原因呢 你看 這樣一個一個小小的島嶼 你不覺得很酷嗎 我們的船啊 就會彎沿在這些小島嶼之中 我真的覺得我在拍電影耶 好漂亮喔 傳說中這些島嶼就是神龍下凡 土出的龍珠所形成 而每年的春天都會有大批的旅客 來下龍灣遊玩 乘坐大型的古帆船 緩慢的航行在島嶼之中 欣賞著上千座 奇形怪貌的龍珠 而這些島民 也是由他們的外型所命名 例如大象 公雞 烏龜 青蛙等等 想必當初皮爾斯布洛斯南 在這裡拍戲飆快艇 一定是爽翻天 後面這個洞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一定要跟大家好好 特別介紹一下 這個地方叫做天井洞 有沒有看到整座山這樣 飆飆飆飆飆飆飽 這樣環繞喔 可是 你覺得只有這個洞 是它唯一的出入口 而且這個洞就像自動門一樣 應該說是像宿舍的門一樣 它是有門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只有在退潮的時候 可以進得去 脹潮的時候 你是完全進不去的喔 OK啦 你想進去的話 請你開潛水艇 然後這個洞啊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眼熟 沒有錯 就是007 它明日帝國那一集 皮爾斯波斯蘭的 就是開著我們 一開始上船的那個小遊艇 咻 鑽進去 然後在裡面拍戲 我好期待那個洞 你會看到什麼 這個天井洞也太可怕了吧 上潮時就關門 來不及出來的人 就會被關在這裡 必須得苦等到第二天退潮 才能出來 雖然說是危險 但是這洞穴 佈滿了奇心怪狀的鐘乳石 時損 時柱 仍舊吸引了大批遊客前來觀看 不過 洞的背後 到底藏有什麼寶啊 世外桃源 現在這個洞以後 有沒有看到這個山這樣環繞 環繞出來的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種柳暗花明又一串的感覺 好美喔 這裡真的是另外一個空間 這樣子 整個山這樣把這個湖面環繞 在這個地方講話啊 你叫破喉龍也沒有人來救你 破喉龍 破喉龍 有沒有 有回應喔 破喉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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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酷耶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完原就是世外桃源啊 我好喜歡這裡喔 進來有一種幽靜的感覺 我要當仙人了 這簡直就是人間仙境世外桃源嘛 有幾個空間 清澈的海水 還有幾隻小猴子在岩壁上跳躍 讓子儀我沉醉的其中 現在是海上人家 當然會有海上學校啦 哈囉 嗨 老師好 嗨 妹妹好 你們好 你們在上課嗎 是喔 老師現在在教什麼 我怎麼記得 粵語的啊 喔 越南話耶 我看到這邊有沒有 這真的是我這輩子都看不懂的東西 妳現在成績好不好 好喔 妳自己說好喔 妹妹 既然妳功夫那麼好 妳教我 妳教我講越南話 1到5就好了 母 母是1 2咧 海 八 不 難 對不對 對不對 對嗎 對喔 那妳 我問妳喔 妳平常是怎麼來學校 不 小船喔 不 是爸爸媽媽帶妳過來嗎 還是妳自己來 自己滑來的 自己滑來的喔 妳的船在哪裡 在外面喔 那妳等一下可不可以帶我去看妳的船 可以喔 可以喔 好 這個海上村莊呢 大約住了200戶人家 因為捕魚的關係 長期以來 水上房屋就沿著島嶼興建 別看村莊不起眼 裡面還有加油站 警察局 雜貨店 學校 而師姿都是在陸地上的老師 輪流派來這個學校教學 但是小朋友呢 就是道道地地的海上村民 從小就練就了 划船上學的好功夫唷 快到水滴滴 勞煉的 不愧是海上的腳踝喔 就這樣咻就這樣過去了 他們走這個船 走跟岸上一樣快 你看看 他就直接到這個地方去了 六歲耶 我們說六歲自己偷騎腳踏車上學 六歲可能偷騎摩托車上學 你有看過六歲 划船上學嗎 嗯 你好厲害喔 回來回來 好厲害喔 說停就停 用腳用腳 用腳划船耶 對他們來講 就是真的跟 就是 反掌摺之之意 就跟吃飯一樣輕鬆 老師說 這裡因為環山 所以就算颱風來襲 也是風平浪跡 他非常喜歡這裡的環境 學生跟陸地上的比起來 單純了許多 但是因為今年六月 越南政府 為了美化夏龍灣 決定撤離海上村莊 將村民安置在陸地上 今天 我得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 見證這海上村莊的最後一眼 各位觀眾朋友 想像自己我一樣 在海上 有一個非常好的海景別墅嗎 讓我來幫你們介紹一下 我現在在越南夏龍灣那邊 置產的房子吧 好舒服喔 根本不想起來 這裡真的很舒服耶 因為沒有那個城市的那種車聲 那種喧嚷的聲音 好啦 先來介紹 這個房子呢 一櫥兩廳 三房一位 在這裡 好不好 這就是我的廚房 看到沒有 這個地方瓦斯爐 然後基本上 瓦斯爐是沒有衝鋒機啦 所以在這邊煮東西 可能會這樣子 好 出來了 到這個地方 就是我其中的一廳啦 這一廳可以說是小陽台 你可以會客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你自己休閒呢 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右手邊這邊 是一個小房間 然後阿嬤 阿嬤現在在睡 阿嬤在睡 所以就不要吵她 好 美國阿嬤在睡 第二廳 就是我的四廳室啦 有沒有 電視機 然後小小的電瓶在這邊 基本上我們沒有開到 就是用小電的東西啊 基本上是不會用到發電機啦 然後這裡就是 小神桌 拜拜都在這個地方拜 另外一個房間 這個房間呢 小小的床 可是是夫妻兩個人可以睡的 最安靜的地方 這個呢 小床呢 基本上 睡三個小孩 三張枕頭 有沒有看到 三個小孩 再過來 再過來 廁所 所有車拉沙呢 都在這個地方 你們應該不想看我在這邊 大便或小便吧 然後每次在這邊 大便小便的時候呢 下面的魚群就會 衝出來 因為他們覺得食物到了 接下來 就要讓你們看看 我的後花園啦 登登 哇 發電機進來的 一打開 有沒有看到 前面面海 後面背山 這就是背山面海的海景啊 太棒了 這就是我的海景別墅 喜歡嗎 小米 你有看過海上村莊嗎 我帶你去好不好 這個無敵海景村莊 真的是非常迷人耶 躺在吊床上 享受這片刻的寧靜 須風吹來 舒服到覺得時間已經停留了 簡單的海上村莊 互互相連 沒有圍牆 沒有門鎖 村民彼此信任 十分和諧 而這裡什麼都不缺 想要什麼都買得到喔 厲害啦 海上早點出現 有沒有 好多東西喔 什麼沙拉油啊 電池啊 手電筒 對 手電筒一定要 因為這個地方 如果你發電機突然沒有 沒有的話 停電就糟糕了 所以一定要有手電筒 然後雞蛋啊 青菜也有 然後各式各樣的餅乾 然後 還有拜拜的香耶 好多種種類可以選喔 好多可樂 有沒有人要喝可樂 有沒有人要喝汽水 幾個 1 2 3 4 5 5罐 可以拿5罐可樂給我嗎 美女啊 妳這些東西 是從哪裡帶來的啊 哪裡帶來的啊 哪裡帶來的 哪裡帶來的 還有一個大商船就對了 那那個平常 那個大商船會靠岸嗎 會來這邊賣嗎 賺多少錢 沒有感覺 我來淋個洗澡這邊 他只賣給這些人嗎 解釋說那是大盤商 然後他們是小盤 就是他們是真正的商人 然後去批發 就像我們去五分埔 通常那個老闆 都不會賣我們批發價 因為我們是那個零售有沒有 但是他們就會賣他們批發價 那這樣一罐可樂多少錢 我幫我買到店啊 1萬5 1萬5 那平常我們在陸地上 買可樂多少錢 1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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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 大概可能會多個1成啊 或者說大概0.5成的那種運費啊 算是他的一種跑路費 也方便啊 如果你要我自己划船 划到岸上去買一罐可樂 然後叫我 多花個15分鐘來回這樣半個小時 那我寧可多加一點點錢 老闆娘說 這裡要買米 有米船 要加油 有油船 要喝水 有水船 機能十分的便利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加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次的 抽獎弄好禮活動喔